然后现在开始安装这个魔术贴 魔术贴的话我们这样装 那么选这个带毛的这个 把这个上面胶打开 其实这边选这个带刺的那个也是无所谓的 它只要只要是一对就可以 我们把它贴在这边 好,同样的这边是 再放一个带毛的这一段 把它贴到这一边来 好,这个贴好之后呢 我们来贴这一段 这样的 所以这个要贴在下端 壳体的这个位置 这里就选择带刺的 你会发现剩下四个都是带刺的了 就是这个尖尖的硬硬的这个东西 好,我们把这个沾上来 这个沾的位置要注意 好,我们 不如就这样 先把它放在上方跟这个粘住 这样确保它不会歪 好,我们已经把这个魔术贴贴在这个上面 然后再贴第二个 好,把这个魔术贴也贴在这里 这样它就保证他们两个合起来的时候一定是不会歪的 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动手把这个纸壳贴近上来 然后压一下 让它与不干胶 与这个魔术贴后面的这个双面胶粘到一起 好,压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魔术贴拉开了 因为这个胶水已经把这个魔术贴固定到这个壳上了 好,我打开我们看 好,效果比较好 好,我们再用手固定一下 固定完了之后 这个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 我们接着进行下一步 把这个手机 手机垫 好 也是把它的双面胶打开 打开之后 安装到这个部分 这个部位 那么我们 比量好之后就可以装下去了 好 这样一按就好了 那么这个主要是起到一定的弹性 因为你看你按住它 它会有弹性 然后它就会把手机更紧的贴到这个部分 好,一般的这个商用的VR眼镜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厚的海绵 一个小圆柱的海绵 然后直接把手机压上去 这样就防止手机 呃,在我们观看的时候 轻轻一清洗的叫出去了 就防止这种现象发生 好,那么这个部分也装完了 这样 装完了之后呢 我们进行下一个部分 好,先把它捏住 下一个部分是这个 啊,减压的这个 减压的这个 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我们 把这个 把这个胶带打开 发现这也是一层双面胶 好 然后我们 把它摁在这个上面 因为它是一圈 所以这么长一个 我们也就 不用剪了 直接围一圈过来好了 在这个地方注意 大家不要拿着剪刀 一下就把它剪了 这个 就让它一整个好了 一整根过来 我们也不用剪 然后围着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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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到鼻子这里 是需要断一下的 不然鼻子被挡住了 那么其他部分是不用剪的 直接这样过来 不过 这里呢 我建议大家 还是直接把它按下去 就是把鼻子这里也护一下 所以就是 刚好满满的一圈下来 好 边走边把这个胶带打开 我们看一下 好 效果还不错 然后到这边 好 这长度刚刚好 就是一圈的长度 好 我们可以看出来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 粘好之后的闭合上 因为它是 要两边夹上去的 所以我们用手处理一下 你别说这个 这个做的还挺有心的 哈 这样一弄之后 我们这个 俨然就不个了 还是挺bou的 这个 每个都捏一下 捏完之后就很贴合了 好 好 这边也是 给它捏上去 捏上贴合上去 那么最后这个交界处也捏上 好 因为我这边我就不用剪刀剪了 我这边手边的朋友准备剪刀 那么大家装的时候最好还是准备给剪刀的 我这边直接给它贴上了 看一下效果还不错 好 这个就装完了 装完之后 我发现戴在头上试一下 这个就不会个人了 那么我们还差最后一项 嗯是蛮舒服的 最后一项是这个头戴 头戴的话呢它也是固定的 固定我们的头的 这是这边一个魔术贴 这边一个魔术贴 两个魔术贴把头戴固定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魔术贴贴上去 位置主要是在这个部分 这个位置贴上去 这个实际两边不非的严格对称 因为它 戴的时候你是可以调这个位置的 所以我们先大概比量一下 就对着眼镜这个位置 把这个也贴上去 好贴完之后 我们把这个头戴拿过来 头戴是一个这样的小东西 它身上都是毛 然后这边一按 就固定了 这边 你按也固定了 好它是有弹性的 我们就可以戴在头上 这个眼镜 到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那么我们还 看一个环节 就是把这个手机放进去 手机放到所有屏幕上线 然后装上去 然后剪贴 剪贴之后一压 好 这个眼镜放在这儿 也不会倒 还蛮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 好 到此为止这个眼镜已经安装完了 好 那么我们还是回到PPT 啊 然后这里组装的时候 有一个注意事项 就是这个眼镜的正反 镜片的正反 因为这个摄像头看不清 所以我拿了个图片给大家说 这个 往外突起的这一面对着手机 屏的这一面对着眼睛 这是整个过程中大家 需要非常注意的一件事 如果装反了的话 整个 你就再也看不见你的女神了 好 那么 除了这个之外呢 大部分的操作 我都在在这里演示了 那么大家 跟着做 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那么今天这个课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